今天我們要來吃的這一間呢 是在美福飯店的鰻魚飯 說到鰻魚飯你會想到哪一間 肥錢屋吧 喔 我也覺得肥錢屋我喜歡 那我們今天要來吃的鰻魚飯呢 是在美福飯店的三樓 青山日本料理 製作這間鰻魚很厚一片喔 那我們就一起去吃吃看吧 走 那這間日本料理呢 它有分的 握收池區 炭烤區 還有鐵板料理區 還有一般周圍區 它主持的這邊呢 就是有鰻魚飯啊 炸蝦飯啊 還有炒麥麵啊 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點這個 鰻魚飯炒茶 那我朋友也有點炸蝦飯 那我等一下就可以看看 炸蝦飯是什麼樣子 它這邊一進來 之後就有附這個熱的毛巾 然後還有熱茶給我們 熱毛巾可以擦擦手 而且你看啊 它這個餐巾還有一個造型 這樣子 漂亮啊 它這邊除了煮食之外啊 它還有壽司啊 手捲啊 生魚片啊 沙心米啊 這些東西都用 好 下次我們再來吃吃看這些東西 如果說影片有人看的話 它這邊還有炭烤類 還有壽喜燒 壽喜燒跟火鍋 一兩盒分 看看這多少錢 哇 這邊很漂亮 它那邊還有一個 吃鐵板燒的吧台 然後還有一個 吃 專門吃串燒的吧台 那個很酷 就是你中間那個廚師就在做串燒 然後大家這樣圍著一圈 這樣子吃串燒 很有意思 好 等我存一點錢 一般日式的餐廳呢 提供的就是日式的綠茶 那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就是提供陪茶 那它這個茶喝起來比較溫和 那據說陪茶呢 是綠茶再去煎陪過的 所以喝起來比較不舒適 這個是我臉的鰻魚飯 怎麼只有一片 你看看起來好厚喔 那如果這個飯啊 還是用台中池上的冠軍 它這個套餐啊 還有附近的字幕 就是這個 湯 米色的吞 味噌湯裡面啊 有香 還有海膽 嗚 還有蛤蜊耶 來看這個炸蝦飯 哇 好豐盛喔 多耶 喔東西真的很多耶 這是炸天婦羅套餐 有兩個蝦子 一個玉米筍 一個秋葵 芋頭跟地瓜 好像很好吃耶 但它這個吃起來的真的是很肥 然後肉質也是比較Q彈的感覺 不像其他一家鰻魚飯啊 有一些鰻魚飯就是 鰻魚薄薄的啊 它這個就是蒸鰻 就這樣子 好 它這鰻魚啊 是厚厚的 然後它有配上它這個醬 然後跟飯這個搭在一起 好吃 所以它這個鰻魚 烤得非常好 它這鰻魚上面烤得 這個鰻魚有點小 鰻魚有一個特別的角度 換大阿姨講一下心得 這個鰻魚是我吃過 台北市最好吃的鰻魚 因為它真的是厚又紮實 非常好 很有水準的 大阿姨 它是一個非常會烹飪 非常會料理的一個人 所以它說好吃 絕對是有認證 絕對好吃 讚 來我們來讓表妹說一下 這個鰻魚飯的感想 太好吃了都吃光了 而且金很肥 很厚 然後那個飯很Q彈 然後來吃甜點 最後來吃這個甜點 這個是黃豆粉奶酪 它下面還有黃豆粉 這個黃豆粉奶酪也是他們這邊的日本主廚 親自特調的 這個是黃豆粉 是不是有那個絕冰粉的那個味道 對就是絕冰的粉 它這個黃豆粉奶酪啊 是我會喜歡的 吃起來很順口 會讓你一口接著一口吃下去的感覺 雖然這邊的價位偏高了一些 可是這邊的鰻魚飯啊 跟我們自己的裝潢來講 都是有到達這個档次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喔 它可以在下方的資訊 來找到這間餐廳的資訊跟官網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訂閱留言 掰掰 掰掰